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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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同學好 想起上次在這間房間跟大家說stamb 已經是龍力生意之前的事了 放了假便停放 卡羅斯都掛著做口罩了 隔完14日後又回來這裡 想跟大家又說說我的Juno 今天想教大家用的是NodeMCU 跟我們之前說的UNO有什麼分別? 主要就是NodeMCU多了8266在上面 就可以用在我們進行物聯網的雜作了 要玩物聯網 不如我們先來了解什麼叫Internet of Things 所謂RT是一個給有些獨立功能的東西 例如電話、電視機、冷氣機、洗衣機 甚至任何任何東西來互聯互通的網絡 通過RT你可以對任何裝置、機器 甚至一輛汽車作出控制 由於這個控制是遙距的 所以在控制元件上面必須要有Wi-Fi的元件 如我們剛才所說這個NodeMCU裡面的8266 就是一個這樣的Wi-Fi元件 就算是NodeMCU都有很多不同款 譬如剛才我說過這個有8266 另外一款有ESP32 所有這些有Wi-Fi元件的東西 都可以進行物聯網的工作 而為了更有效的接線 一般NodeMCU都會插在擴展板上 好像在UNO那樣 如果你要擴展板 擴展板是插在UNO之上的 但由於NodeMCU的體積細 所以反過來 它是插在擴展板之上 而擴展板上面就有所有的針腳 讓你可以搏出外面的燈、摩打或其他電子裝置 本身要通過編程 用Wi-Fi來控制NodeMCU 都有一定的難度 而且NodeMCU用的腳位 和UNO有少許分別 所以今課 卡洛斯先來介紹一下 NodeMCU的一些標準 而下一課先教大家 如何玩IoT 首先先講USB的連接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有MicroUSB 又是用一條USB線接入電腦 這樣就可以了 而在軟件方面 都是同以往控制UNO一般模擬 使用Arduino的編程軟件 但當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記得去File Reference 將以下依據JSON 輸入去Additional Board Manager URL 然後按OK 也可以去Google 搜尋Arduino8266URL 在首項第一項 將這條URL 複製出來 再貼上Additional Board Manager URL 就可以了 而之後 大家就要再去Tools 在Board Manager 搜尋8266 如果未安裝 就安裝了 如果安裝了 都可以更新的 完成 完成之後 大家應該在Tools 的Pooldown menu 之下 的Board 那裏 找到NodeMCU 的 例如這個NodeMCU 0.9 一般我們試用一塊 新的板 都是開個閃燈 來試一下它 完成 同樣的工作方法 我們在Pooldown menu 選擇 現在最新插進去的 應該是Carmade 然後把這個 Blink Program 放進去 Upload所需的時間 似乎比UNO 久一點 很少 好了 大家見到Program完成之後 燈在閃 而這顆藍色的燈 就是NodeMCU 的Build-in LED 在這裏必須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習慣用UNO 在UNO 用的腳位 跟NodeMCU 用的腳位 完全不同 UNO 上面 Build-in LED 應該是D13 來的 在NodeMCU Build-in LED 是D4 這件事怎麼可以知道呢 很簡單 你走回到剛才那個 閃燈的程式裏面 將LED Build-in 全部改成D4 再Compile一次 Compile完成之後 你會發覺 跟剛才是一樣 一樣 是Build-in LED 在這裏閃的 所以 其實D4 就是Build-in LED 好了 我們又試一下 將D4 改成D0 看看會如何 又再Compile一次 大家會見到Compile完成之後 就是另外一眼燈在閃著 如果大家打算學用NodeMCU 由今天開始 就要記住 這一顆燈就叫D0 而這一顆燈就叫D4 如果你看回NodeMCU的PIN layout 你會發覺 這兩眼燈還有另一個名字 D0 亦都叫做GPIO16 而D4 亦都叫做GPIO2 今天我們簡單單單 介紹了NodeMCU上面的 兩顆Build-in LED 以及它們的名稱 下一課就會教各位 如何通過密聯網來控制它 控制它用什麼的器材最好 還需要問的 當然是你們的手機 希望大家都喜歡 卡路斯的Stand課程 記得給讚和評語 記得給讚和評語 按讚和評語 請評語 請評語 按讚和評語 谢谢观看